在520这个秀恩爱表白的日子里 陈思成和佟丽娅却送来了离婚的大瓜 虽然对于两人的离婚 大家并不觉得意外 毕竟传闻已久 但让人好奇的是 为何佟丽娅这么多年都忍了 偏偏现在忍不了了呢 难不成二人之间的婚姻 如传言所说是场对赌协议 5月20号 陈思成在早上8点08发文 2011到2020的故事告一段落 佩图会继续守护佟丽娅和孩子 只不过是换一种身份罢了 而佟丽娅则以简单的一句 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阔别二人长达9年的感情 如此干脆利落和平官宣的离婚文案 看来事情早已敲定在2020年 只不过没有合适的机会公布 而长久以来 两人的婚姻一直备受质疑 不少网友都对二人的离婚表示 恭喜佟丽娅 因为当初结婚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 佟丽娅在这段感情中太过卑微 而陈思成又不止一次的 有大男子主义发言 当然这也不能只怪陈思成一人 想当初陈思成和佟丽娅结婚时 佟丽娅的父亲曾郑重表示 希望佟丽娅到了陈思成家 多干一些活 给陈思成做做饭 好好伺候陈思成 如此话语 难免让众人觉得 佟丽娅的父亲思想封建 但并不能否认身为人父 佟丽娅的父亲对女儿也非常关系 每次动态都会提及佟丽娅 夸赞佟丽娅 但在这众多动态中 却有一条2020年年底的发文 让人匪夷所思 发文配图正是 女婿陈思成带儿子 去参观佟丽娅表演的照片 配文表示 如今妻子贤惠 儿子可爱 导演路上又顺风顺水 这样该知足了 很多网友看后都觉得 佟丽娅父亲是疑似提醒陈思成 且行且珍惜 而这一时间点和陈思成离婚文中强调的 婚姻在2020年结束相符 可能陈思成看到了 并没有听从岳父的建议 还是与佟丽娅离婚了 要说陈思成在结婚后 先后被报约见美女 第一次被媒体爆出夜会美女 两人独处六个小时 当时陈思成为了例证清白 列出行程表 佟丽娅则第一时间力挺丈夫 然后陈思成再次被爆料和女网红纠缠不清 虽然不知是真的还是屁的图 这件事并没有引起什么大风浪 而随后没过几年 陈思成又被拍到 在酒店内深夜约两位美女前往 且两次开门时 穿的衣服一黑一白 而据传直到第二天 两名女子才从房间走出 至于三人是不是在打扑克 就不知道了 而陈思成能三番两次被爆出花边新闻 也是因为佟丽娅当初在采访时 听到陈思成对婚姻的观点 佟丽娅只回答回家就好 这才让陈思成在和异性接触的过程中 如此不注意分寸 且在陈思成宣布离婚的前一夜 还有媒体人拍到 陈思成和黄晓明等众多朋友 深夜吃饭唱歌 随后陈思成在黄晓明的搀扶下 碰见了另一位女子 之后二人亲密举止 还一同前往酒店 且陈思成下车后 还不忘一步三回头看对方 而据媒体爆料 两人进去之后 当晚并没有出来 至于是不是一个房间 就不晓得了 而反观 佟丽娅竟也被媒体爆出 离婚前的晚上和三名男子一同外出 佟丽娅仅是和三人有说有笑 并没有发生过什么过多接触 不过佟丽娅的包却被其中一名男子拿着 至于是佟丽娅的朋友还是亲戚 就不得而知了 关于两人各自的婚姻生活 倒让人想起了徐征妻子陶红的开放式婚姻 据传曾有记者借着徐征的花边新闻 问陶红怎么看待婚姻的忠诚度 陶红的回答在当时震惊了不少人 他说生理上的事都不叫事 行思忠诚跟内心忠诚是两码事 不少网友都觉得这种话 似乎像极了在描述陈思诚目前的婚姻 其实早在2020年1月初 网上就有网友爆料 陈思诚与佟丽娅已经签订了离婚协议 且财产和事业都没有什么关联了 但为了避免事业受创 所以二人不能公开也没有领证 表面上还是夫妻 只不过同住一小区却像邻居 甚至爆料中还提到对赌协议 众所周知 陈思诚拍摄《唐探3》和徐征的酒妈 上映时间都定档在春节 但由于疫情原因 徐征决定将电影放在大年初一 在网络上免费给大家看 一时之间徐征被封为业且良心 但也由于徐征这一举动 让电影界的人相当不满 陈思诚更是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疑似文中所指干涉损同行业的事 就是暗指徐征擅自替党免费播出太后道 而徐征突然替党免费播出电影的原因 据传是在拍摄电影《窘妈》时 徐征与投资方签订了对赌协议 疑似承诺票房达到一定金额 假若达不到该数额 那么电影制作成本6亿 将由徐征一人承担 但从陈思诚和佟丽雅的婚姻中 再次提起对赌协议 让人不得不怀疑 二人虽然已经离婚 但之前陈思诚年复一年 在8月8号为佟丽雅生日 送祝福时称呼却变了 而另一边佟丽雅也开始勉强配合 今年年初更是多次 与陈思诚一同出席聚会 同时佟丽雅作为唯一的女星 登上了阳视春晚 而且是以春晚主持人的身份出席 这让不少观众 对佟丽雅的关注更加多了 随着夫妻二人事业上的突破性上升 她们更加频繁同框 大宿夫妻情深 恰巧那段时间 唐探三开始在各大院线上映 正是大揽票房和人气的关键时期 虽然唐探三的口碑不好 但由于夫妻二人的合理宣传 这部影片的片方展示依旧很好 最终票房以45.23亿完美收尾 而这时陈思诚指导的几部电影 刚好破百亿 成功让其跻身于一线明导行列 在一切的一切尘埃落定后 陈思诚和佟丽雅巧妙地在520宣布离婚 虽然以上都是猜测 带细细品来 还真有一点细思极恐的感觉 假若真是如此 那么陈思诚和佟丽雅 岂不成了利益捆绑夫妻 而在双方都获得了巨大利益收获后 自此一别两宽再无瓜葛 若这是假的 那么只能说陈思诚和佟丽雅 不被看好的婚姻 经不过七年之阳走向了终点 希望二人在离婚后 都能找到各自的幸福吧 不知观众们如何看待 陈思诚的屡次出轨 你认为他们夫妻 真如传言所猜测的那般 是因对赌协议 被捆绑了一年才宣布离婚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